年轻时清纯可爱,年老入花丛,被育为娃娃因鼻祖的林美赵曾红极一时,作为台湾著名女明星,然而,为何她不惜切除二十颗肠道肿瘤,又再次生患白内障,为何在服药过量三十年后,她坦言不想继续忍受生命中的痛苦。 林美赵于1954年出生在台湾,并在八岁时开始了她的童星生涯,后来在华世成为当家花旦,她不仅长相出众,还因娃娃因鼻祖的声音而广受赞誉,观众对她声音的识别度极高,尤其是这样独特的声音,仿佛是一种特殊的福利。 如今,她已经63岁了,回首一生,几经坎坷,这或许是每个人人生的缩影。 她经历了疯狂与奋斗,但心中并无遗憾。 小时候,母亲带着她和姐弟四人改嫁,承受了生活的苦难,常常在屋檐下低头受辱。 作为家中的一员,她从八岁开始就外出卖畅,她声称自己的出道是不得已而为之,一个人的出生和机遇都来之不易,也常常是无法选择的。 本以为可以拥有幸福的家庭,但意外的是,继父想要将她卖掉换取金钱,母亲只能带着他们四处奔波,艰难维持生计。 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,这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伤害。 血缘关系在每个人心中都是一种关系的认同,养着别人的孩子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。 尽管老话说,养恩大于生恩,但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接受别人的孩子。 养着别人的孩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,似乎就成了一种笑话。 接盘侠的称号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。 林美赵曾获得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,出演的影视作品多达数十部,在演艺事业巅峰时期备受瞩目。 尽管她是备受追捧的大明星,但她却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。 二十岁凭借傻女婿,一举成名。 许多粉丝被她的同志吸引,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也非常大。 激励她努力工作,改变家人的生活,她将家人保护得非常好。 个人生活几乎从未曝光过,甚至在2009年成为婆婆后,她便逐渐淡出了荧幕。 娱乐圈中的时间也越来越少,如今的娱乐界,新人层出不穷,而老戏骨们却已不再年轻。 容颜已已逐渐消逝,面对岁月的流逝,她不得不接受人老珠黄的现实,只得隐退家庭中。 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,像林美赵这样年轻时努力工作,日以继夜,甚至连续七天不眠不休。 她本以为工作努力后能够躺在床上享受生活,但意外的是,她却发现自己辗转反侧,怎么也睡不着。 最终,她被诊断患有老年痴呆,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安眠药依赖生涯,辛苦工作是为了安稳生活,但林美赵最终却患上了失眠症,只能依赖药物入睡。 然而,药物带来了副作用,导致她的记忆力衰退,经常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。 得知这一消息后,她不惜花费重金来挽救自己的脑细胞,年轻时拼命赚钱,老了却用钱来保命。 这是多少人一生的写照,生活就像一个循环,尤其对于穷人而言更是如此。 他们为了所谓的房子和车子拼搏,积累财富,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作为本钱。 但最终,当老年来临时,他们不禁反思一生的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? 有些人生来起跑线较高,似乎不需如此努力,但他们却因挥霍而最终走上了相同的道路。 林美照因耳时脱落,曾接受医院治疗,没多久又被推进手术室,从肠道中取出20颗大小不等的肿瘤。 面对疾病的折磨,生命显得如此渺小,过去的光环和成就最终只是虚敏。 公众只会感受到这个演员身体的问题。 尽管感叹命运的不公和无法承受之重,但林美照并未深刻反思自己的人生,通过别人的人生经历来反思和克制自己。 医院的病床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。 对于穷人来说,病床就像热锅,因为无法获得经济支持,他们渴望尽快康复。 对于妇人来说,病床则像是一面照妖镜,逐渐揭示周围的现实,仿佛来得突然。 而对于明星而言,病床意味着落幕,如同一道警示牌。 林美照做完肿瘤手术后不久,又患上了白内障,身体一直在传递信号,让她的生活备受折磨。 生命似乎如此短暂,最终,拥有再多的财富,若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 剩下的也只是钱而已,年轻的时候,钱是一辈子的目标。 林美照用身体做了本钱,但是很快在晚年就产生了反噬。 后来林美照也开始注重保养身体,等恢复得差不多了,就进行了白内障手术。 每次进出手术室,她的心情都不尽相同,从最初的恐惧,到后来逐渐地心生迷茫。 林美照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脆弱。 面对记者的采访时,她声称,这些疾病虽然不是很严重,但身体多处出现红灯警示。 我非常害怕成为女儿的负担,更不想每天只是躺着活着。 尽管林美照已经年过六旬,但她性感火辣的身材,洁白的肤色和稚嫩的嗲声依然吸引了无数宅男。 在56岁时,她在录制节目《万秀猪王》时,几乎让主持人喷血,只好用卫生纸堵住鼻孔。 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究竟为了什么? 明利,好的物质生活,完美的幸福家庭,追求的目标总是在不断地更替。 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临。 所以,趁现在还有时间和精力,我们应该尽力去完成一些目标,祝自己和他人实现愿望。 说出心中想说的话,见到想见的人。 林美照提出举办告别式的想法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吉利的,但这也是尽可能不留下遗憾的最佳方式之一。 然而,显为人知的是,虽然在事业上表现亮眼,但私底下,林美照其实是一位一手带大自己一对儿女的单亲妈妈。 她一心只为子女安好,认为一切都足够了。 后来,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,她更加注重身体健康,不想让子女为自己担忧。 值得一提的是,林美照除了曾经撞过儿子的车外,还发生过其他车祸,并卷入一场官司。 据悉,林美照曾被指控于2011年12月6日下午,开车在新北市不小心撞伤了廖姓女摩托车骑士,导致廖女士受伤。 事后,廖女士及其佳人将林美照告上了法庭。 台北地检署在侦办期间,经过车辆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,认定女骑士为主因,林美照为次因。 检察官考虑到林美照仍有过失,并且双方未能和解,便以过失伤害罪起诉了林美照。 台北地院在收案后于2013年2月7日首次开庭审理。 当时,林美照坐在庭外偶遇朋友,对朋友说,因为这场官司,自己受了不少,承受了很大的压力。 在开庭时,林美照当庭表示,当天她的行为算是违规而非违法,因为她的车在转弯车道执行,导致了车祸的发生。 她表示愿意赔偿120万元。 被害人的丈夫表示,妻子的身体状况依然十分糟糕,而律师则强调,林美照缺乏诚意,被害人受到了重大伤害。 法官和检察官在庭审中劝诫双方,再次举行调解庭。 双方同意后,法庭最后决定2月22日再次开庭。 庭审结束后,林美照面对媒体采访时哽咽表示,她会尽最大努力,希望与对方和解,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。 因为对方要求赔偿1700万元,而她无法负担。 林美照表示,她曾多次前往医院探望对方,在地方调解庭和检方的调查庭,她也都亲自到场。 她说,我真的尽了最大的诚意,幸运的是,最终这件事得到了圆满解决。 否则林美照的两个孩子会陷入更大的担忧之中,随着儿子成家立业,女儿也有了稳定的恋情。 林美照选择与儿子同住,自己独自一人居住。 她笑称,我现在无牵无挂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我过得很自在,很多人问她,是否会再次谈恋爱。 林美照毫不犹豫地说,不需要,我一个人很自在,六十多岁的她既能与孩子们做朋友,又让后半生过得潇洒又自在,确实值得羡慕。 林美照的心态一直非常乐观,她表示会尽快康复,希望在今年年底回归影视圈。 与她年轻时的声音相比,她对抗疾病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。 身体是本钱,无论是对明星还是普通人来说都是如此。 切莫忽视了本钱,不断透支健康,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,但健康却是无价之宝。 林美照曾说过,我觉得这一生过得很精彩,随时都可以离开。 一个辉煌的人生没有遗憾,回顾自己走过的路,我们哭过吗?笑过吗?后悔过吗? 每个人都在与命运抗衡,但我们应该知道,选择权在自己手中,没有人能决定我们的选择。 生命是一本书,我们都是自己的作者,我们想要走怎样的路,过怎样的生活,完全取决于自己。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,没有经验,但在成长的过程中,我们不应该有任何遗憾。 一天只有24小时,一个月只有30天,一年只有365天,生命短暂而宝贵。